好了 还是再看看今天我的微信群聊里发起的话题讨论吧 今天的话题是 说说你试过哪些健康方法 读大学的时候忍痛花三千元办了张健身年卡 虽然一次都没去 但是因为没钱吃饭 一个月竟然瘦了十斤 曲线救国瘦身法 可以说是非常有效了 之前听说饭面病两个月不吃晚饭 瘦了二十斤 我照做了 然后昨晚我因为肠胃炎被带进了医院 现在我躺在病床上回答你的问题 你自己说要减得肥 躺在病床上也要完成哟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该懂的道理我相信你们都懂 可是为什么每当你们的朋友减肥成功之后 你们都要那么好奇地去问他方法呢 怎么样能够瘦 难道你们自己心里没数吗 管定嘴迈开腿 我就真不信你们不懂 你们之所以去问人家怎么减肥 我想只有一个原因 你们想听到一个不用节食 也不用跑步的绝妙减肥方法 那我今天呢 就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不用节食 也不用跑步就能够显瘦的方法吧 找一个比你更胖的朋友 和他来一张自拍就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